叶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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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我怎么听见有人在里面哭呢 没事 你再不开门我可踹了啊 你 你干吗 你这是咋了呀 我爸欠了一百万 债主给我打电话 说三年之内必须还钱 要不然我爸就没命了 我之前打那么多分工 就是为了给他还钱 他现在又欠了一百万 我怎么办呀 你动一下 这不穿越基金吗 攒了五十万了 你先拿去用吧 我不要 干吗不要啊 反正是老破板 要是还不上 你就嫁给我呗 我不能要你的钱 再说了 我就只挣不点钱啊 多少钱你都执行了吧 你就拿着吧 我说了 我不要不要 你出去出去 出去 出去 周总 您的咖啡 请慢用 做我女朋友吧 不好意思啊周总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那哪是你男朋友 骗谁呢 我真的有男朋友了 周总 我先出去了 三个月 就三个月 只要你肯做我女朋友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也行 行吗 周总 我真的有男朋友了 这话我不能收 三个月 三个月 就三个月 之后 我保证再不会来骚扰你 周总 你干嘛 行 我给你两天时间考虑 我给你两天时间考虑 周总 他要是真要那三百万怎么办 像叶子曦这样的人 只会拿他需要的 等他攒够了 自然就还回来了 本分然 回来了 怎么样 没事就行 咱俩休息 怎么啦 怎么了 没有上吗 对不起 我们跟周氏 本来想着你们年轻人啊 互有好感 正好能结束这些年的争斗 我早跟你说过了 那个周伟臣就是个花花公子 咱们家娇娇嫁过去 肯定受委屈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她不想嫁就不要嫁嘛 好了妈 叶子曦不是那种贤贫爱富的人哪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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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你家酒吧喷起来 行 来 以后跟你混了 来 嗯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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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爸 我 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 这里面有一把 你们快点把我爸放了 密码多少 密码六个五 吵一吵啊 老板 这七十万我真的拿不出来 我这只有五十万 您看我还得进货是不是 我得运营 而且这个房租还有一年就到期了 我还得交房租 七十万确实拿不出来 小周啊 这个地方 房租就得四十万呢 我这还有音响装修的钱 这个价格确实合适啊 你一接手 就能直接开业了 咱们这儿每天生意都很不错 这你也知道 再说 我确实需要这笔钱 老板 你别急 我们再商量商量啊 你觉得靠谱吗 我说实话 也在这儿干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跟她说的没有什么太大出入 那既然你认定了的话 我只有三十万 咱一块投了 你哪来那么多钱 嫂子知道吗 男人做事 哪轮到女人说话 那咱就干了 干 走走 我们干了 好 那以后就叫您周总了 大哥 这卡里边正有一百万 这样已经清了 快点八八放了 老头 咱是不是还有话没说清楚 我跟他们还有点事 小心 你先回家 回家 这是鲸鸟 好好拿着 别丢了 发 何叔叔 吴总来了 现在情况是这样 据我了解 周氏集团虽然看起来是岌岌可危 但是只要老董事长还在 那些老家伙还会支持他 仅凭咱两家的股份 拿不下周氏 其他人就没有动摇吗 只要董事长在 就不会有人动摇 但是 他已经快不行了 我早就听我父亲提过您了 何叔叔的能力远不止于此 您放心 只要我当了董事长 我一定会把您请回来的 吃点吧 别客气 不乱不乱 我不饿 叔叔 这里面呢是三十万 不能让您白智慧 这是点小小的心意 刚好可以抵他们多要的利息钱 不敢不敢 怎么能要周总的钱 这钱啊 您就安静了 您就安心收着吗 就当是您接下来失踪的小小朋友 叔叔 以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来来来拿着拿着 还有啊叔叔 这事啊不能让小夕知道 千万不要露下 走 韦子姬 我刚看到周伟臣 好像跟你爸在一起 真的假的 他给了你爸一笔钱 什么 你不会骗我吧 亲眼看到的 好 我知道了 有没有 对不起 就说了 他要不要露下 你怎么可以露下 他在一起 你怎么会露下 好 我也是 有没有露下 你怎么会露下 你怎么会露下 你怎么会露下